欢迎收看由悠闲湖所打造的免费饮品制作节目 我是梅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产品 升级版的洋汁甘露 这款产品甚至在我们悠闲湖的一个内部饮品大赛里面 获得最高的票数 我们这款产品在制作的时候会更换部分的食材 要使它的口感更加丰富好喝 然后在后面去出品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了少许的改变 然后让它的整个颜值会更加白富美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就叫它杨贵妃 那我们这款杨贵妃所用到的一些物料 在我们门店基本上都会有用到的 像比如有芒果、有牛奶、稀釉这些物料 那在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物料应用到这款产品里面去了 然后下面呢我们来操作这款产品吧 现在呢我们先把食材准备好 然后把120克的新鲜芒果果肉倒入沙冰壶中 然后再加入20毫升的一个冰寒姜 然后冰块加150克 稍微抖动一下把冰块抖湿一点 然后拿到沙冰机上面先打成沙冰状 然后在我们的出品杯里面加入少许的一个新鲜西柚果肉 然后上面再铺一层西米露 用勺子稍微把食材铺平 然后呢再倒入我们刚刚打好的一个芒果沙冰 在这一步稍微慢点倒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分层的效果 好这个芒果呢是我们选用当机的一个新鲜小台浓系制作的 小台浓的话它的口感呢还有质地会比较香甜 然后它的纤维比较细 很适合饮品店拿来做这些产品哦 然后现在我们把20毫升的一个椰浆 还有20毫升的一个淡奶油 还有120毫升的一个牛奶 这三种食材先混合好 好然后用八勺慢慢的倒入我们的一个芒果沙冰上面 要慢点倒哦 然后让它慢慢的渗透到下面去 形成一个奶瓜的效果 好这款杨贵妃呢就做好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跟前段时间比较活泡的一个 太岩奶瓜是有点相似呢 所以不管是今天做的这款产品还是那个太岩奶瓜 都是在一些经典款的一个产品上面去做少许的改变 然后再以新的形式去展现出来的 所以新品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难哦 有机会来我们悠闲屋大家一起玩哦 好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哦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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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